一百三十九集 四哥 十七公子传音道 怎么了 十七弟 四公子眉头皱着 他还在为这番变故而郁闷 十七公子气道 不知为何 这乌鸦比起的刚才骂人时还有欠揍 四公子瞥了火乌鸦一眼 咬咬牙道 我也这么觉得 火乌鸦的出现 令双方形成了表面上的平衡 四公子对墨清晨二人的态度 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墨清晨敏锐的感觉到 他对六公子态度好了起来 言语间多有清静拉拢之意 众人又飞了几个时辰 就发现海面中间出现一个漩涡 忙把非洲飞得更高了一些 俯视着这出现的漩涡 漩涡呈现一种黑蓝色 仿佛是通往未知世界的幽洞似的 却由丝丝灵光往外溢散 到了 六公子脸上一喜 十七公子戒备的看着漩涡道 这怎么能进去 他是第一次参加寻药影的试炼 不像四公子筑记初期巅峰时来过一次 也正是那一次他得到了勾魂云妖的眼泪 换成了族中的秘妖 这才一举突破到终极 也不像六公子那样 虽然十年之前失败了 可好歹有了些应对的经验 火乌鸦却忽然开口道 怎么进去 你掉进去呗 原本众人不会与一只灵兽计较 可谁知火乌鸦话音刚落 十七公子居然真的直直的掉了进去 四公子与六公子如见鬼魅般直勾勾的盯着火乌鸦 火乌鸦却半针眼皮 露出大半的眼白 眼观鼻鼻关心的 左无动于中撞 二人几乎是同时又把目光刷得向墨青城投去 默契的样子 不知情的人还以为他们是多年出生入死的好兄弟 墨青城扎了张口 瞧笑道 这 这纯粹是巧合 无力的言语显然不能令二人幸福 可若说要他们相信十七公子是因为火乌鸦的话而掉下去的 他们更难幸福 四哥 我看我们还是赶紧下去吧 虽说这漩涡本来就是要跳下去的 可里面到底有什么危险也未可知 六公子说道 他倒不是关心十七公子死活 而是见墨青城为难的样子 岔开了话题 四公子又深深望了墨青城一眼 这才点点头道 好吧 说完 当先跳了下去 六公子对墨青城一笑 墨姑娘 你只要屏住呼吸 跳下去就行 放心 不会有什么危险的 墨青城看着生物间铁的漩涡 拧了拧唇 正要往下跳 就听到火乌鸦尖叫道 等等 墨青城深深定在那里 问道 怎么了 把我放回零售袋去 火乌鸦说道 嗯 墨青城不知道 他这是唱的哪一出 火乌鸦白眼一番 理直气壮的道 你一个人跳不行啊 对了 别忘了跳下去后 赶紧把我放出来 墨青城抽了抽嘴角 没空和一只乌鸦斗嘴 利落的把他收回零售袋 纵身跳了下去 耳旁响起呼呼的风声 一股巨大的吸引力 拉着墨青城 飞速地往下落 墨青城的眼睛 已经无法撑开 无边的黑暗 更是令他有些不安 这样的速度掉下去 真的会无事吗 这一刻 时间似乎被无限地拉长 墨青城只觉得 心跳越来越厉害 尽管六公子他们 都是这样跳进来 可对自己无法把握的事 到底不能全心相信别人 终于 墨青城感觉 双腿一弯 叫触到了死地 奇怪的是 居然有一种神秘的力量 把下落的冲力化去 身体 只是摇晃了一下而已 耳中传来厮杀声 墨青城睁开眼 只见六公子三人 正与许多形状像刺猬般的怪鱼 打在一起 墨姑娘 快来帮忙 六公子喊道 墨青城手提飞剑 加入了战斗 这种怪鱼 浑身长满尖锐的硬刺 他手中的飞剑 乃是中阶法器 输入灵力 施展起繁花眼目见绝 居然不能伤他封毫 墨青城扫了另外三人截 只见六公子 手提那把鱼叉 专门往怪鱼的尾巴那里叉 刺中后 就听一声古怪的尖叫 随后便往上一跳 怪鱼的整个身子 飞了出去 十七公子所使的是 是一把长长的剪刀 下手的地方 同样是怪鱼的尾部 四公子所使的法器 却是一柄弯刀 弯刀飞出 带着灵光 在空中旋转成一轮明月 锁过之处 怪鱼的尾巴 急跟而断 墨青城便专门照着 怪鱼的尾部下手 果然发现容易了许多 怪鱼的数量 虽不少 可攻击力却普通 有了墨青城的加入 四人用了小半个时辰 便把他们消灭得一干二净 墨青城 微微喘着气 这才有闲暇 当量所处的环境 身边游动着各种各样的生物 有嘴尖尾长的怪鱼 小巧玲珑的罗泪 憨泰可居的海星 五彩斑斓的颜色 仿佛是一朵朵 一群群 能够游动的花 而在海底招摇的枣泪 更为这番美景 添了一丝齐鹃 墨青城正贪婪的打量着 却听到十七公子嚷道 那只乌鸦呢 那只乌鸦呢 说着气势汹汹的 往墨青城而来 墨青城立在原地 冷冷的看着十七公子 怎么 十七公子想他 说着心面一动 把火乌鸦放了出来 火乌鸦扑腾着翅膀 跳到墨青城肩上 冲十七公子叫道 啊啊 天说你想我 我劝你歇了这个心思 我们之间是不可能的 一款淡定的墨青城 忍不住笑出声来 他不得不承认 这只火乌鸦 有时候真是个人才 他以前一直嫌弃它 攻击力不行 那半天 它攻击力在这里 十七公子差点起个倒痒 手指着火乌鸦 不听得哆嗦 你个扁毛畜上 到底施展什么要素 害我掉了下去 火乌鸦也连勉强聊起一半 不懈地扫了他一眼 真是头发长 见识短 你没听说过 什么叫乌鸦嘴吗 墨青城强忍着笑 真想告诉火乌鸦 头发长 见识短 不是这么用的 却见十七公子 举起剪刀 向火乌鸦招呼过来 墨青城手中飞剑飞出 叮咚一声 撞击到十七公子的剪刀上 使他的弓矢停了下来 随后冷声问道 十七公子 你考虑清楚了 这时传来四公子的身影 十七弟 不要胡闹 十七公子狠狠一跺脚 四哥 那扁毛畜生 欺人太甚 四公子淡淡道 你何必和一只灵兽计较 可 可他害我掉了下去 十七公子不甘心的嚷道 四公子瞪了他一眼 那不过是巧合罢了 你还真觉得一只乌鸦 说你掉下去 你就能掉下去 十七公子 见四公子着脑 墨青城和六公子 又目光浊浊的望来 信信的住了嘴 却悄悄传音道 四哥 我相信那不是巧合 嗯 怎么说 四公子回道 十七公子道 你不知道 当那只扁毛畜生 说完那句话 我就感到好像有一只无形的手 硬生生的把我拽了下去 我康都康不住 说到这里 十七公子忽然觉得有些发毛 好一会儿 才传来四公子的禅音 若果真如此 那你就更不能冲动了 一个来历十里都不明的铸鸡女修 外加一只能力莫测的二级灵兽 还有向来不合的王六 你若轻举妄动 说不定我们就阴沟翻船了 好 四哥 我听你的 以后一定尽言是行 十七公子听了 也觉得处境有些不妙 四公子道 嗯 那乌鸦再挑衅 你就想 那不过是一只畜生而已 结束传音的四公子 忍不住扫了墨清晨一眼 目光在他腰间顿住 直接那里垂下一根淡蓝色丝绳 下面系着一颗 轻性大小的浅蓝色珠子 这碧水珠看橙色 至少是四级海兽才能生成 这莫姑娘到底是什么人 怎么会有这么好的碧水珠 这边四公子暗自揣测 另一边 莫清晨也通过审念 盘问起火不压来 说说吧 刚才到底怎么回事 啊 火乌鸦愣道 莫清晨咬咬牙 别撞傻 刚才为什么你说它掉下去 它就掉下去了 两久 火乌鸦才懒洋洋的传音道 原来是问这个 我不是告诉过你 我多了一个新能力吗 莫清晨一震 你什么时候说过 火乌鸦叫道 不就是那天我刚醒来 你问我有了什么能力吗 莫清晨回忆了一下 点一黑 你说你只会说话 火乌鸦同样脸一黑 我说让它掉下去 难道不是用嘴说的吗 莫清晨忍住暴揍它的冲动 哑然道 你是说 你的新能力是说的话 能够变成现实 火乌鸦犹豫了一下 传到莫清晨脑海中的身影 小了很多 只有说坏事的时候 莫清晨听了 忍不住嘴角一抽 这还真是名副其实的乌鸦嘴呀 随后心中却一动 他记得那枚记载 火乌鸦的预见中提到我 火乌鸦鲜少 能进阶到二级 一旦到了二级 便能口吐人言 而有的火乌鸦在进阶时 会因为某种未知的因素 而发生变异 就会拥有一个难力 那便是诅咒 当然 发生变异的火乌鸦 万中无一 而且这诅咒 也不是逆天的 火乌鸦说出的诅咒 灵不灵 根本是无法预测的事 倒是如此 莫清晨也觉得 自己赚到了 一直变异的灵兽 潜力不可限量 四人一鸦 在童话般的海底世界 走走停停 期间遇到不少的妖兽 也有危险重重的时候 好在都被众人合力消灭了 就连火乌鸦都会喷出火球 把看上眼的肥鱼烤熟 又滋有味的吃着 一日后 一行人的面前 出现了一座宫殿 宫殿是由大块大块的水晶筑成 宫门大开 一挂由各色贝壳 珍珠颤成的珠帘 却把里面遮得严严实实 海底不知哪里来的光线 把整个宫殿照得流光溢彩 每轮每轮每换 水晶宫 每人鱼 猪类 墨清晨总感觉 自己将要走近的是一个梦 一个不可能存在现实中的梦幻之境 果然听到六公子道 莫姑娘 那公魂语妖就在这里面了 只是从门口进入后 我们却会陷入幻境中 我上一次便是在这个关节失败的 若不是准备充分 恐怕早就陨落于此了 四公子也道 不错 这幻境考验的便是道心 只要道心坚定 便能不攻自破 可是道理都懂 能做到却不容易 亲爱的亲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十集 王四心中暗道 上一次若不是高祖偏爱 赐给自己一颗品质上家的安神紫华珠 自己定然是过不去这一关的 而那颗安神紫华珠 也因为抵挡幻境的侵扰 而爆裂了 大家准备好 四公子说完 手中灵光闪起 随后向珠连打去 就听珠连 发出清脆如月的撞击声 随后缓缓卷起 里面是一片耀眼的白光 而墨清晨 不由自主的被白光 吸了进去 十六妹妹 你快快过来 一个投书花苞 身着粉衣的小姑娘 冲墨清晨招招手 墨清晨摆摆手 十四姐 莫不成 你又要去荡秋千 那可不成 上一次 你都摔出去了 被爷爷知晓了 对我好一顿训斥 再说 我还想再修炼一会儿 她嘴上这样说着 心中 却有一丝奇怪 为何明明与十四姐 朝夕相处 却仿佛隔了 一辈子未见似的 莫年柔嘟着嘴 伸出粉白的小手 使劲地摇着墨清晨 十六妹妹 十六妹妹 去嘛 去嘛 墨清晨被摇晃得无奈 把那丝荒谬的感觉 甩到脑后 哀叹道 好吧 只是你这次可要小心 省得连带我挨骂 晓得了 十六妹妹 你明明比我小一些 怎么像个小老太婆似的 娘说 女孩子家的 就该有女孩子的模样 莫年柔边说 边拽着墨清晨往外走 这时 风风火火地 冲进来一个人 讲道 十四姐 清晨 你们怎么还在这里 忘了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那种奇怪的感觉又来了 墨清晨眼眶有些发酸 紧紧地盯着虎头 虎头伸出手指 敲了墨清晨一个暴力 你傻了 今天是十三姑姑和千叔表哥 沉浸的日子 快点走了 一会儿 一会儿就看不到热闹了 你们女孩子就是磨蹭 莫年柔这才慌慌张张的 看了看自己的衣衫 又掏出小镜子 照了照 发现一切妥当 这才松了一口气 拉着墨清晨对虎头道 这就走 墨清晨下意识地 瞥了一眼自己的衣衫 忽然闪过一个念头 为何自己穿的不是飞色衣衫 还没来得及多想 便被虎头二人拉着跑了出去 三人一路飞奔到大堂 见一对大红衣衫的新人 已经在拜堂了 一拜天地 二拜高堂 夫妻对拜 在拉着长云的唱念中 浊然如仙的花千树 悲声红袍映沉的 多了些烟火味 雨遮着鸳鸯细水 大红盖头的墨幽 相对而拜 盖头晃动间 个头矮小的墨清晨 看到盖头底下 十三姑姑 波光脸焰的笑脸 这便是拜堂成亲了吗 看着真是美好啊 墨清晨叹道 却又有一丝奇怪 为何十三姑姑和花千树 是在墨家拜堂呢 不是应该在花家吗 他悄悄地问了虎头 虎头摆他一眼 千树表哥是入罪在我们家呀 当然是在我们家拜堂了 笨 墨年柔也插眼道 是啊 十六妹妹 你怎么这个都忘了 这样才好啊 十三姑姑 以后就不用离开我们家了 吃完喜酒 转眼到了晚上 红荒满面的墨大年 贼兮兮地 把墨清晨拉到一旁 丫头 你晚上要记得闹洞房啊 墨清晨点点头 虎头他们到时会叫我的 墨大年满意地点点头 那行 花千树那小子有不少好东西 你至少得讨一件才能离开 不然就赖在那里 看他们怎么拜堂 爷爷 墨清晨无奈地撑了一句 这像一个长辈说的话吗 幸亏自己是传来的 这才没有掌歪 传来的 什么叫传来的 墨清晨忽然弄不懂这话的意思 墨大年摸了摸墨清晨的头 傻丫头 咱们墨家可不富裕 碍于规矩 爷爷也并不能明显地帮着你 你不趁这个机会 敲那个小子点好数出来 都对不住你自己 墨清晨扑斥一笑 我知道了爷爷 之后的生活 平静二温馨 墨清晨终日在朝阳堂 勤奋修炼 时不时还能得到 墨大年的悉心指点 闲暇时又有了兄弟姐妹玩耍 转眼间 几年就过去了 这一年 墨家迎来一件喜事 墨幽生下了一个天灵根的孩子 这个喜训 让近年来风头震盛的墨家 更加锦上添花 几个长辈终日笑眯眯的 好久的墨大年更是时常喝得醉醺醺 而墨清晨也终于在这一年进入了炼气五层 在墨大年的指点下 他尝试了数次 终于成功的做到了真火外放 丫头 你可真厉害 不愧是我墨大年的僧女 这么快就掌握了真火外放之法 你这真火颜色黄的厚实 足见根底打得牢靠 墨大年 眉飞色舞的道 墨清晨 震震的望着指尖跳跃的黄色真火 喃喃念叨 不对 这不对 怎么了 丫头 墨大年纳闷地问道 已经长成少女模样的墨清晨仰着头 急切地道 爷爷 我的真火为什么是这个颜色的 墨大年哈哈笑起来 哈哈哈哈 你这傻丫头 每个修饰的真火 都是这个颜色的呀 是吗 墨清晨忽然平静地问道 墨大年一愣 你这丫头 莫非是进入炼器舞层 欢喜得傻了 墨清晨没有作声 只是深深地看了墨大年一眼 又看了一眼 两久才叹息道 若真是能做一个什么都发现不了的傻子 一直这样下去 该有多好 丫头 你怎么了 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了 是小时还是小时一 爷爷找他们算账去 墨大年恋爱地摸着墨清晨的头盗 墨清晨无言地缓住墨大年的胳膊 把头靠在他胳膊上蹭了蹭 墨大年忽然喷出了一口鲜血 低头看了看胸前的匕首 又望着墨清晨道 丫头 这 这是为什么 墨清晨看着这一切 心中涌上痛楚 虽并不是为了自己所做的事 而是因为很快 他就再也见不到 记忆中那熟悉而苍老的容颜了 哪怕是假的 也一样 墨大年捂着伤口 缓缓弯下腰曲 一直哀伤地望着墨清晨 喃喃道 丫头 你为何 对爷爷下手 墨清晨淡淡笑了 我不会对爷爷下手的 别说你是假的 哪怕就是真人 长得和爷爷一样 对我不利的话 我也绝不会手下留情 说到这里 墨清晨身影渐渐低下来 因为 我若是出事 爷爷在天之灵 并然会伤心的 最后一个字说完 就仅眼前的墨大年 端是化作点点星光 消散在空气中 随后 面前的景象扭曲抖动 最终轰的一声灰飞烟灭 墨清晨看了看四周 居然只是站在宫殿的入口 宫殿内的墙壁 依然是大块的水晶铸成 和外面的金银无瑕不同 水晶墙壁上雕刻了 无数的海中妖兽 触目可及的是一扇屏风 再想一旁望 可见四周角落 随意摆放着珊瑚玉树 大典中央是长长的白玉台 玉台两侧 摆着精巧的玉椅 与垂下来的双龙细珠水晶灯 构成一幅宛若天成的美景 墨清晨忙稳住心神 这才发现六公子三人 居然就在自己旁边 只是他们都一动不动地站着 脸上或沉或吃或杯或喜 唯一相同之处便是脸色越来越苍白 不断有透明的水珠从眉心涌出 墨清晨脸色一变 不好 他们流逝的是精气 这么说来 若是他们不在精气耗尽以前醒来 那就会陨落于此了 精气内职 顾其弃从 邪不能为害 墨清晨想到 自己能从幻境中醒来 便是因为幻境在逼真 有些事情 终究是他模拟不出来的 只是这幻境 大概能实现人最渴望的事 过最想过的生活 一个修饰 若是道心不坚 那幻境明明出现了破绽 他也是不能或不愿看到的 看来只有靠他们自己了 墨清晨轻叹一声 盘坐于地上等待结果 四公子醒来 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墨清晨盘腿调戏的场景 墨清晨虽在恢复精神 神识却一直关注着三人的动静 四公子一醒来 他就知晓 睁开眼睛 冲他点了点头 四公子未正 随后几步走到墨清晨旁边 同样盘腿而坐 墨姑娘 没想到你居然是第一个醒来的 墨清晨直指另外二人 他们还没醒来 这样下去恐怕性命堪忧吧 我是外行人 不知道四公子有什么办法没有 这幻境是不是很厉害 四公子点点头 不错 若不是因为二十年前我经历了一次 想从幻境中挣脱 没这么容易的 至于他们 只能凭他们自己了 心中暗道 送给十七的那颗安神紫华珠 应该能助他一臂之力的 至于王六 哼 就自求多福吧 又过了片刻 就听轻微的爆裂声传来 随后十七公子睁开了眼睛 茫然的转了转头 随后喜悦的道 四哥 四公子冲他点点头 又过了一会儿 六公子脸色已经苍白如指 眉心的透明水珠 涌出的越来越少了 莫星辰心中暗自着急 莫非六公子 他过不去这一关 就在此时 听到六公子狂喊了一声 儒儿 带着痛苦的神色 从幻境中醒来 莫星辰敏锐地发觉 六公子喊出那句柔耳 四公子脸色一寒 十七公子更是一脸古怪的笑意 六公子睁开眼 见莫星辰三人都望着自己 恢复了之前的从容 淡淡一笑 只是心中想过那人的名字 却是隐隐作痛 后背更是被冷汗湿透 好了 六弟 你惊喜损耗过剩 赶紧调息一下吧 四公子平静地等 六公子也不多言 掏出一枚丹药服下 闭目调息起来 半个时辰后 四人都站起来 同样是四公子开口道 进去吧 下面这一关 你们三人都没经历过 和之前纯粹的幻境不同 而是半真半幻之境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